来看到这真的是同树不同命 这回海魁台风来袭 台东池上的蔡依林树被吹倒连根拔起 但是金城武树仍然屹立不遥 原来在苏拉海风来袭之前 金城武树就已经被缆绳给固定住了 才会挺过风雨的摧残 风雨过后的波浪大道上 稻田与山脉绿衣昂然 云雾弥漫让池上香多了一份朦胧美 放眼望去只见一棵嘉东树横躺在路旁 整棵树被连根拔起已经无法抢救 模样相当凄惨 它是红极意识的蔡依林树 因为台风期间没有保护措施 应神倾倒 我们不知道 对对对 我们只知道金城武树而已 而一旁改名为凤茶树的金城武树 因为台风期间 相公所已揽绳加固 除了树枝被吹断两大截 枝干依然只停停 和蔡依林树形成强大对比 冲突的景象让游客趁机坐在树干上 拍照打卡 顺其自然就好了 还好命有不同 同人不同命 两棵加东树相隔不到几百公尺 却命运迥异 让游客质疑主管机关 因为知名度的差异 后此薄比 也有游客认为树各有命 岛树事件引发热议 公所也提醒民众 台风过后还是要注意安全 记者刘林强台东报导